股票比较适合长期持有 稳定性比较高 那期货则适合短进短出 期货交易的目的 我们常见到的就有 避险或者套利等等 比较着重在策略的运用 欢迎收看期货雷达战 Hello 我是刘祝华 相信透过前面几集的节目 我们都知道期货具有低成本 而且高杠杆的一个特性 但是就衍生出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同样的一笔钱 到底该拿去买股票 还是交易期货 能够获得相对比较高的报酬 还有当行情来的时候 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 能够创造最大的利益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告诉您 到底股票跟期货 拥有哪一些的差异以及特性 今天很荣幸 我们邀请到了陈顺阳 陈协理跟我们一起讨论 协理你好 卓华好 交易人好 协理其实我们都知道 股票跟期货 不管是在契约的规格 或者是成本 甚至于交易的特性 有很多的差异 我们先从契约的规格来说好了 到底股票跟期货 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先从定义来看 股票是一种有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了要从募资金 发给持有者公司所有权的一种凭证 那持有者可以行使股东的权益 最常见的就是参与股息的分配 参加股东会 以及参与公司经营的成长等等 那期货是一种契约 买卖双方依照在约定的未来 某一特定时点 依约定的价格 交付特定商品的标准化契约 那所谓标准化 就是将商品的规格 数量 交易日 以及交割地点 明定在契约上面 来增加交易上面的效率性 以及方便性 除此之外 股票跟期货 比如说在交易的单位数 或者交易的时间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OK 我们这边举台积电的股票 跟台积电的股票期货 来作为例子 那首先在单位上面来讲的话 股票是以一张 或者一股来进行交易 那期货是以一口的部分 来做交易的 那数量上面来讲的话 股票一张代表着1000股 股票期货的部分 一口代表2000股 或者是100股的台积电股票 那交易时间上也有所不同 那股票的交易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1点半 那股票期货的交易时间是早上8点45到下午1点45 交割的时间也有所不同 那股票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是交易当日再加两个交易日 作为我股票交割的日期 但是期货它是属于保证金交易 必须在事先依照期货商指定的客户保证金专户 把钱存进去这个客户保证金专户之后 才可以进行交易 那到期日上面来讲的话 股票是没有到期日的 但是期货它有特定的到期日 好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小资组 其实对所谓的期货交易很有兴趣 一方面它的成本相对又没有做高 从成本的一个考量来看 到底股票跟期货还有交易特性上 又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异 是啊我们来看看 期货有哪一些特性 首先就是做多做空它没有限制的 我们来看看股票它是可以做多 那融资也是只能做多的 融券它只能做空 但是期货不论做多或做空都没有限制 那再来就是筹码也有所不同 股票的筹码它就是发行的股数 那融资的部分就是发行股数的一定比例 融券的部分则要看各券商的融资余额的一定比例 来做限制 那除此之外 融券的部分遇到股东会也必须要强制的回补 但是期货就不一样了 期货只要有人愿意买有人愿意卖 就会有未平仓的一个成交 除了交易所规定的投资人部位上限之外 整体市场的未平仓与交易量都是没有限制的 还有一点是很多交易人很care的税金有什么差异呢 在股票融资以及融券卖出的时候 都必须要缴交千分之三的税金 那假设买进跟卖出的价格是一样的 那么平均买进跟卖出等于是各千分之1.5 对的 期货的部分就缴交十万分之二的税金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中间税金相差了75倍之多 相对来说税金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是的 好那在你还以了两张台积电为例 如果以台积电的话 怎么试算这个期货跟股票的交易税金呢 台积电来讲的话 假设用600块做买进跟卖出来讲的话 卖出的时候我们税金 是要缴交3600块的股票的税金 不管你是做股票的卖出融资或者是融券的部分 那期货的部分只要买进跟卖出 只要单边缴交48块钱的税金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算起来 那个税金跟成本跟获利的比较 它的杠杆相对是比较大的 是的 所以是不是在期货的交易上 更具有所谓以小博大的特性呢 那我们看到假设我买进两张台积电的股票 那台积电的股价以600块来做试算来讲的话 我们必须要准备120万的本金 那假设我用融资买进 在现在融资只要4成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必须要准备48万的本金 假设以目前融券需要9成的保证金来做试算 我必须要准备108万的一个保证金 但是交易台积电的股票期货 依照交易所现在规定的13.5%的保证金试算来讲 我只要准备16.2万 就可以交易一口台积电的股票期货 所以股票期货真的具备以小博大的一个特性 除了有以小博大的特性 刚刚这样的协理听起来 在股票的部分做多做空用融资做多 但是要做空的话利用融券 但是期货多空都可以做 包括了税金期货交易相对是比较低的 这又引申出一个问题来了 看起来期货交易灵活性比较高 但是交易人就必须厘清 已进场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如果依照有的人想要长期持有 有的人可能想要短线的进出 这使用在期货跟股票 各有哪种不同的操作策略呢 OK 那我们拿股票与期货做相比 股票比较适合长期持有 稳定性比较高 那期货则适合短进短出 多空操作的交易人 那所以搞清楚两者的使用方法之后 交易的目的 那遇到行情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就会比较精准 好 现在你刚才提到股票交易的话 长期跟短期就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操作策略 那股票的投资来讲的话 长期通常比较注重公司的营运的一个成长性 也就是比较着重基本面的一个分析 所以我们想要看财报左右 对对对对 那目的最主要都是在赚取股息 以及公司营运成长所带来的股价上扬的一个获利 短线的交易上面来讲的话 就比较着重在股价短期的一个波动 而期货交易的目的 我们常见到的就有避险或者套利等等 比较着重在策略的运用 而且在操作上面会更加的多元 例如在极短的时间 买进一口600块的小台积电 股票期货 在601块就卖掉了 那这中间赚了100块钱 其实就已经足够支付手续费 交易的成本 以及税金 那这样的一个极短线的交易 我们称之为Tick Trade 也就是一档的交易 还有就是先前提到 期货有到期的特性 那当到期的时候 期货会等于现货的价格 因此当期货价格大于现货价格一定程度 或者是现货价格大于期货价格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所谓的套利 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 当台子期货大于大盘指数一定程度的时候 比方100点 那么我们通常就会看到外资 它会去空期货 买进一篮子的股票来复制指数 那当两者的价格开始收敛之后 进行反向的一个冲销 反之当台子期货低于大盘一定程度 那外资就会做买进期货 那空出一篮子股票来进行套利的动作 如果我们用一个个股的案例 来看现在很多的小资族 他想要避险怎么做呢 OK 那我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避险的一个方式 那我自己把它称作波段持有短线应对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很流行小资的存股 那存股的意思就是 我不轻易的卖出股票 然后一直一直的增加存股的一个数量 那我们还是以台积电为例子 台积电它是一家世界级的一个公司 许多存股族都会以台积电作为标的 那市场总是会涨涨跌跌的 当预期台积电可能下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先在期货市场 卖出台积电的股票期货 或者是小台积电的股票期货 来进行避险 当价格下跌一段程度的时候 股价已经低了 那我存股的数量反而可以增加 这时候我就可以把避险的部位解掉 把这个投资的获利再拿去做存股 假设我目前有存股200股 因为我是小资族嘛 就只有存股200股 那因为我看到 股价一直往上走 但是外资却一直在卖出 不对劲咯 外资一直把它当期款机 对 那我会担心股票会下跌 所以我就可以在市场上 先行卖出一口 小台积电的个股期货 卖出一口小台积电的个股期货 要花多少钱 不到1万块钱 不到1万块钱的保证金 所以小资族一定有机会可以参与 OK 是 好这时候卖出一口小台积电的期货之后 大概花1万块钱的本钱 然后呢 假设台积电从650块跌到了600块 那这中间我就获利了5000块钱 那我可以把这个5000块做获利了结 把提领出来之后再去买台积电的零股 这样子我就可以买8股的台积电的股票 那假设行情很大 台积电跌到400块钱 那我避嫌的部位 其实我是赚了2万块钱 所以不管它往上往下的趋势 只要你在期货搭配现货 其实都可以从中间获得相对比较最大的利益 是 刚才是举下跌的例子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上涨怎么办 OK 我只有200股的一个台积电股票 但是我避嫌只有避100股 所以当股价开始持续的上涨 跟我预期的不一样的时候 那么我其实还是有一百股继续参与台积电的上涨 那但是因为我会继续的存股 所以我台积电的股数还是会继续的累积下去的 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习李不但提醒大家风险 现在的交易 其实怎么样既由避嫌的一个交易 来降低目前操作的一个风险 习李今天很感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帮我们说明到底 期货跟股票有哪一些的差异跟特性 我们既由今天的契约规格 还有成本跟交易特性 跟大家细说分明 当然下一集当中 我们有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今天也感谢你的收看咯 期货雷达站我们下次见